好了,關於打針子 這件事真的很值得說 嘩,竟然呢 嘩,香港真的是司法獨立 嚇死我了 竟然高院批出臨時禁制令 好了,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是這樣的 那時候政府將兩萬多張免針子 廢除這百咎詞 我看見這些政策很開心 你不想打擊非法的免針子 是因為 這件事是挑戰國家權威的 挑戰防疫政策 打針是代表國家的一種 嘩,你有沒有說到這麼高層次呢 當然 為什麼要這麼高層次呢 你有沒有想過為何政府要病態地高層次呢 因為他覺得高層次 第一個是科興和國藥的 不是啊,復必泰也有高層次 因為打針這件事 他們的思維就是 一定要清零 清零的方法就是高層次 安心出行 紅黃納馬 他想不到其他事情 封 一定要封 限聚令 禁堂食 因為這個政府 除了加強管制之外 他已經不懂得何謂管治 我告訴你 這個政府 已經不懂得管治 即是 一個現代的管治方法 他已經完全錯了 因為現在正在走回去一國一制 現在正在走回去帝制 那你就說 中國也OK 為何香港不行呢 因為中國那些人是被人管慣的 各位朋友 你行不行啊 我問你建制派 你可不可以翻牆啊 你沒有Facebook行不行啊 你沒有Youtube行不行啊 你沒有Gmail行不行啊 你突然間可以打擊 突然間封就封不封 中國的人都不行 偏偏你們這些建制人 你們也可以 你們這些玻璃人 你們這些小粉紅人也可以 為何呢 還未燒到你的屁股 遲早燒到你的屁股 突然間你發覺 哎呀 賣樓就賣不到啊 哎呀 禁錢走不到啊 哎呀 走又走不到啊 上網上不到啊 到時就好笑 到時就會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19年的時候 有幾個藍絲下去吃飯 不如被警察抓走 哈啊 我支持政府啊 幹嘛要捉到我兒子啊 不知道我支持你老母 寅記現成有哪一 guy 那邊 還要說到針字 是的 因為你的防疫的思維 只會管管管管管 谷針 安心出行 也是管的 洪旺纜馬 也是管的 限聚令 也是管的 那不是怎樣的 就是共存 你見到這個世界就是共存 是吧 好 那你要管 所以任何 挑戰你的東西 你都視之為挑戰權威 包括免針子 是吧 他覺得所有東西都是針對他的 當然我們所有東西都是針對你 因為你是不聽民意 我們說那些針是有問題的 OK 打針是有助疫情的 我們沒有否定過疫情 我們沒有否定過打針 但你沒理由不讓別人打的 你明白嗎 當你打四針也是這麼中 你那個謝鎮中的混蛋 打四針就是中了 當你打四針也是這麼中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積極了呢 我相信香港打第一二三針也打了九十幾個巴仙 就是有疫情 是吧 你是可以有案例 是打了針 也是會中招的 也有案例 就是打完針之後是死亡了 那是你不可以否 你不可以排除這些人的 那他是會怕打針的 是有人打完針流產 有小朋友打完之後面談 未必關針的事 也未必不關針的事 那家長是不是有權去擔心 然後是不是可以申請免針子 OK 然後你一次過全部否決 這個政府是不是低能呢 是吧 好了 阿健哥 厲害 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 臨時禁制令 臨時禁制令 法官就說 是傢伙 這個 應該跟高浩正沒關係吧 他說 無論 他探討判詞就說 這個針子 有些是合法 有些是非法 但也有些是合法 是吧 他主要的辯論就是 究竟醫衛局局長 有沒有權力廢除針子呢 他認為政府陳詞錯誤 是吧 有不少免針子是合理批出 病人也合法持有 所以就是白癡的 所以就是 好嗎 那 那 就 詳情我都不特別講了 OK 最後怎樣呢 先看看 十天之後進行 因為現在是臨時禁制了 你還是可以用免針子的 十天之後就讓我看看 如何判法 釋法 笨侄 釋法 是不是 唉 亂了 好笑 這場是好看的 這個詳情就好看了 哇 真厲害 郭卓堅真厲害 講起這個免針子的疫苗 好了 疫苗通行症去到五歲 有一個叫做關注學童的發展權利聯席 最新有一個調查發現 85歲的家長 有一個五至十一歲的家長 是不贊成打疫苗的 唉 我也免得抽水 即是我是父母 我很明白 大哥 是不是 我亦都無謂再 好像說風涼話 或者說上家鄉 我只能夠這樣 只能唯有說一句 事實陳述 為什麼這麼多人走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走 總有一些家長會覺得 哇 我這樣真的成長不到 動一點 你又要鼓針 那我不如走吧 一些 有些 你又要我 兒子 每星期 聽國歌 不能休息 然後 你又要停學 唯有 走 蛤 有些說要回大陸 大灣區交流 唯有走 是不是 唉 入大學 又要上國安堂 不如走吧 畢業之後 為什麼呢 我想請問 要不就是黑醫護 還是做律師 還是做律師 遲些香港也不需要律師 我告訴你 遲些香港也不需要回計師 對嗎 他 在大陸沒有運下來 那留在香港做什麼 我想問 那怎麼辦 85%家長反對 那怎麼辦